紫斑蝶 它的翅膀 很有它的质感 画框里的凤蝶色彩鲜艳 第一幅更把紫斑蝶变成了城市仙子 这些都是32岁患有轻度 制臂症的青年历正文的画作 它是属于制臂间过洞 小时候它都没办法说安静的坐在固定一个位置 以前就是很够动 然后注意力不集中 然后就会耍脾气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让它专注的议题的话 它就很容易就分心了 尽管正文患有自闭又过动 不过在妈妈细微的观察下 发现了儿子的绘画天本 这个我们也是无心插流 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是画画 它只是说拿着笔在课本上涂鸦 非常感谢妈妈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 夜景将它呈现出来 现今的正文能够上台分享 自己的创作心得 也开工作室办过多次画展 未来如果能够有能力的话 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大家帮助我一样 透过新兴儿在医院办画展 期盼更多人了解自闭症患者 要以更包容的心去理解他们的世界 大爱新闻学龄王昭中 高雄报道 小时 感谢观看